猎豹是猫科动物中的一种,是陆地上速度最快的哺乳动物,也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动物。 猎豹可以以每小时约110至120公里的速度短距离奔跑。 这种急速奔跑通常只能维持几百米,否则它们会因身体过热而累坏。 因此,猎豹只在追捕猎物时才使用这种爆发性速度。 猎豹具有许多适应高速奔跑的生理特征,包括长腿、右长右肩的爪子和特殊的脊柱结构。 这些特征使它们能够在短时间内达到如此惊人的速度。 猎豹通常独自行动,以追捕小型和中型的邓灵等猎物。 猎豹的速度虽然惊人,但在长距离耐力方面并不如其他一些动物,比如狼和狗类。 它们在捕猎时能够保持更持久的速度。 成年猎豹在自然界中几乎没有真正的天敌。 由于猎豹的速度和敏捷性,它们通常能够轻松地逃脱大多数潜在的威胁。 然而,狮子和猎狗是猎豹可能遇到的竞争对手。 猎豹都能遇到最后到处。 猎豹都能遇到最后一集。 你 benefic。 你脅打不兆够终的解架方式。